像是我现在站在这个柜台结账 而就在我站在这个位置的同时 上面这一台扫描系统 已经开始侦测我的脸部 记录我的消费习惯 这台人脸辨识器 隐藏在柜台电视机上方 细长的机型很难被发现 它能扫描消费者全脸 记录不同时段的消费族群 辨识性别和年龄 主要了解客群需求和差异性 另外扫描眼部 记录客群看广告的时间 共有100家门市架设 买东西悄悄被记录 消费者觉得很惊奇 我不知道他们要怎么用 但是我觉得蛮有趣的 我就很夸张而已 哪东西要干嘛设计人脸 分辨首客吧 或是就是侦测危险 将消费者的姓名 年龄及眼球站流的秒数等数据 回传到云端的资料库 影像的部分并不会做流传 其实以往超商是用人力记录 收银机里有客群选项 分为老中亲和儿童 由服务人员自行判断消费者年龄 如今改由科技分析 超商强调回传影像并不会保留 仅会统计数据 作为未来推销商品的参考值 要带来商机得更懂消费者 TVB新闻 许国恒林彦如台北报道 作为未来飞 нами ité吉他 Block asta 我 谁 我 mail fee